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Yo what's up 我是李德 這次來把熱血烏魚EX做個最後的結束 好 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這邊記得會遇到鐵頭哥的妹妹 沙歐里 因沙之吧 反正這日文我沒有去記 所以這也是說他並沒有被綁架 所以那個龍一龍二威脅的鐵頭哥說 你不跟我們 我就幫你的妹妹 在澡堂這邊遇到了影村二人組啊 不過我現在學到了最強的招式 人間自轉玉雷啊 這招真的天下無敵啊 出手一下可以秒殺啊 好 我們去澡堂洗一下澡啊 喔 剛剛那個畫面太辣眼睛了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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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 呃 應該沒辦法進去 好 快到了喔 快到了冷風雪原了 稍微把這邊的小雜兵清掉一下 喔 我在跳起來 因為那個 在快要接近地面的時候 施放那招 速度會特別快 你看一次都兩百多滴啊 誰受得了 呵 最後其實靠這個刷起來 刷很快 那個王呢 根本經不起這樣擬撞 其實他是可以加入的 只是我那時候還不曉得 所以我就直接給他打爆了 不用跟他對打 等他對話結束之後 再選擇選項 他都會加入你 好 冷風雪原 這樣把炸魚清一清 讓鐵頭哥 鐵頭哥出來面對啊 好 鐵頭哥啊 勾打 好舔 好舔 當然 鐵頭哥 一樣用這招把他給玩死就可以了 基本上 這一招後面就是整個沒有壓力了 這個遊戲宣佈你已經破關了 這次可以讓他加入了 只是那時候我也不知道該怎麼選 我就隨便選一個 那我們這時候打贏他就可以進去裡面 進來這個冷風的體育館 體育館也有個BOSS 前學生會會長鬼總 他鬼總OK 他一樣請一下小兵 好出來了OK 其實可以等他對話說完 等他對話說完的友好度會提高 假如還沒有說完就打他的話會扣很多 結束我們就上樓吧 這邊一路上就是 看你要不要打或是直接上樓 這一樓好像是不會有BOSS 是要上去二樓才會有五代獎 人間洗衣機啊 這大多招式都是人間 因為他們都是以人體的方式 達到一些不符合人體工學的招式 牛頓的棺材板應該是快壓不住了 欸這這樓 欸這這樓 好吧 OK我們只可以拿他加入 就是那時候我沒有拿他加入 因為我身上沒有 那個豪天鋼 上去就遇到 這是觸發劇情啦 那個豪天鋼會讓 會自己先跑來找龍一龍的 變成說我們要幫豪天鋼 打龍一龍的 有自身魚雷齁 就不怕他的那個 龍 欸旋風腿啊 還有什麼龍岩神沙腳 還是我拚錯 反正他們的招式特別帥 好結束 好這次講了很多啊 反正就妹妹是沒事的啊 OK我們可以去一間教室裡面 救走阿莉的女朋友啊 其實這觸發劇情很多的 只是我沒有意義去觸發而已 我只是先幫他通關 好啦最後的最後 還是要去打咱們國雄的術笛啊 山田啊 超能力 超能力死者 X戰警 應該是在我們這個 反牛盾物理下 你的超能力都有沒用 好這一集是非常快速的啊 就是在我們這個 自轉預連的情況下呢 就結束這一集吧 OK 好就這樣結束啦 熱血物語的故事 就這樣啊 其實有興趣的玩家 可以再去 載個模擬器 來重溫一下這個 歡樂的時光啊 OK好啦謝謝各位 有影音器 最後一集 nos聽哦 你呢 不不不不不不 but ك呢 快點 超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